喜欢投资曼谷楼的你要注意 明年9月有一条新的地铁线 黄色线 究竟这条地铁线对曼谷地铁路线上 有起到一个什么角色呢?有多重要呢? 我们今天花点时间一起去看一看 今天我们所讲的黄色线就是画面所见到的这一条 在明年9月将会通车的 就是架空铁路的BTS 而另外蓝色这条的MRT线 我想很多香港朋友都有回答过 这条黄色线的总站在粒跑这个地方 在开始看黄色线之前 有一件事不可不知 原来根据世界银行预测 在2025年曼谷的轨交路线 竟然是与伦敦持平 就是说伦敦和曼谷的线路是一样的 那么听上去都挺夸张 因为伦敦如果有去过的朋友都知道 当地的铁路网都相当复杂 真的好像日本那些地铁 东京那些地铁线那样的 而另外 曼谷市中心有一条线 我们是一定要认识的 就是中间这条蓝色线 这条MRT线 那这条有什么特别呢 其实这条蓝色线就相当于 好像伦敦的Circoni 就是伦敦松温地段 最贵的地段的Circoni 或者东京的山手线 又好像北京的二号线 就是一个圆圈 兜极都有的 循环线 那我们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可以开一开地图 去看看今天这条黄色线 究竟有什么特别 好 那来到这板曼谷市中心地铁路线图 那一起看看曼谷地铁路线图 那留意一下 里面某些路线是未起的 只不过这个是一个forecast的路线图 那当然有一些已经起好了 而刚才我们提过 就是黄色线就是画面看到这条 对了 这条 那这条黄色线讲到重要性之前 我们要看一看黄色线的站头 粒头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 其实就在曼谷的真正核心的位置 是一个我们叫做 真的好像刚才日本那条山手线 或者伦敦松温的circle line 一样 那因为就在这一条的circle line里面 其实你会看到它会踏正了很多一些 金融商业圈的中间 CBD1、CBD2 甚至乎我们之前讲的最多的Rama Line 在这些地段 另外就Benzhou这个站 亦都是来着高铁线的一个大站 那黄色线 总站由粒跑开始 途径23个站 就去到最终站Sent Rome这个站 那这条黄色线 如果我们这样看回地图有什么重要呢 其实这条线 你会看到在正个市中心 东边位置 是唯一一条由南至北垂直贯穿整个曼谷市 南边和北边的线 不需要像这条绿色线那样搭这么多个站 才能上去的 那由粒跑这里开始 就一条线 一路去到下面 南边这个位置 那这里你会看到一个好像四方假的东西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这个区就叫做白蓝区 这个白蓝区也是很出名的 那边出名什么呢 除了名校临立国际学校多之外 也都是一样东西我们不何不知 它就是东部经济走廊的源头 那什么叫泰国的东部经济走廊 那今天我们花小时间略略说一说 就是在一个曼谷正市中心 东南边位置 北柳府 春武里府 还有下面的楼涌 这里总面积一万三千平方公里里面 它就覆盖了有铁路 高速公路 港口 那另外就有一些的国际机场 工业用地 和工业园 那这个东部经济走廊就对接一路一大 那也都是泰国近三十年里面 最大的投资 都是泰国唯一的国家级经济特区 那所以就很多的外资 吸引了会来这里去开厂 譬如可能很多朋友会留意 泰国很多日本车厂 也都是集中在这个位置 好那说回刚才那里了 那这条黄色线白兰区这个位置 正方形的柜位就是东部经济走廊的源头 那有些朋友可能一路都在看卖国市中心 不知道找什么地铁站附近会比较好 那如果真的子弹充裕的 那当然是找一些市中心中间这些 比如CVD3 上次我们说Romanai这些位置 那如果说我都想找一些性价比高一点 也都希望有个升值潜力 其实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条黄色线 不但经济走廊 而且也都是贯穿了橙色线 机场快线这条红色线 那机场快线尤其是这里 就是去到Supara Boom这个国际机场 就是一个捷径这样上来 就可以去到粒口这个位置 另外辐射上面罗曼机场这个位置 还有Bangshu这个位置 高铁站 所以这条黄色线起多一个作用就是 将下面这个东部经济走路的源头 还有CVD上面北边这个位置 将它两边连接了出来 那如果下次再看太阁楼 不妨留意一下一些楼盘 有没有机会可以挨近这条黄色线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